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東方日報頭條就報道 說香港人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原因 申請提早拿走強積金的中數 就創了史上新高 究竟這個現象是否意味著 香港已經出現了移民潮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積金局的數據顯示 就說今年頭一季 以永久離開香港 提早拿走強積金的申請數字 達到7600宗 按年上升了一成 金額更加上升了三成二 而自從去年六月至今年三月底 這九個月期間 累積的申請已經達到24000多宗 一共提早大約是41億港幣 創了史上的新高 當然這個統計數字 只不過是截至今年的三月底 有兩大因素沒有納入到統計之中 分別是港區國安法立法 以及英國當局宣布BNO5加1計劃 因為這兩大因素 其實都是一個推因素 就是會使得更多人離開香港 到下年一月 當英國當局正式宣布BNO5加1計劃 詳情以後 只會驅使更多人離開 目前已經有部分香港人 接觸先登到英國 但是根據他們的見證所得 就說他們拿這個所謂LOTR的簽證入境 不能夠申請提早拿走這個強積金 因為相關機構不承認 但是即使去到明年一月 這班人正式申請五年簽證以後 又是否意味著 他們一定能夠成功提走這個強積金呢? 我認為仍然是有一個不明朗因素在 因為承不承認就任他所說 他說承認的時候 承認的就讓你拿 但是如果他說不承認 那你其實都是催他不脹 拔他不牆 就著有大量市民提早拿走MPF這個現象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又再語出驚人 到底他是怎樣去詮釋這個現象呢? 葛珮帆博士 他是博士來的 博士是威水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有不少市民對於社會運動感到擔憂 擔心因為政見和家人爭吵 家庭關係會惡化 他也說有家長質疑 本港的教育制度和學校風氣 憂慮那些子女開學以後 就會被政治洗腦 在憑倍壓力影響之下 被迫做出違法事情 故此增加了移民的意欲 或者被子女去外地留學 實際上葛珮帆說的事情 先不要說他的政治立場 他說的已經不對題了 你說移民才能拿走這筆MPF 關於外地留學什麼事? 你說什麼? 如果自己的子女去外國留學 根本和拿走MPF是沾不上邊的 這個葛珮帆大博士 先不要亂說 第二件事 他說有很多家長質疑 本地教育制度出現問題 擔心自己的子女 回到學校會被政治洗腦 是的 的確有很多為人父母 都擔心這件事 所以才產生了移民的念頭 只不過這個政治洗腦 就不是你葛珮帆口中所說 什麼在蓬佩壓力下 被迫作出違法行為 而是那些家長擔心自己的子女 接受到那些什麼國民教育 或者是國安教育 或者是國情教育等等 這些教育 人家擔心的是擔心這些事情 怎麼會愚蠢到擔心自己的子女上學後 在蓬佩壓力下 做出什麼違法行為呢 每個人都有他的獨立思考 有他的批判思考 不要常常假設那些學生 走去街頭示威 就一定是被人洗腦 或者一定收了錢 這些思維模式 完全是對於作為一個 人的自由意志的踐踏和蔑視 葛珮帆博士還說什麼呢 他就說要促請特區政府撥亂反正 定期對教科書審查 以及要確保老師的質素 以免向學生灌輸錯誤的價值觀 增加市民流港的信心 如果特區政府真的按照你所說的事情 做足 只會驅使更多的家長 是移民的 是離開香港的 你就繼續做 是不是 甚至乎你說要審查教科書 現在都在審查 是不是 有三權分立那些 你就說查了它 香港是沒有的 又或者那些歷史教科書 你又去刪改了它 你專門做這些無謂的事情 只會使家長更加沒有信心 擺放自己的子女在香港讀書 與其是這樣 索性有更多人 就是會移民走人 接著講講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無厘頭 又死累了多幾天 好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預計 說全民檢測最終有大約170萬人次參與 認為計劃達到政策目標 這個政策目標不知道是不是新縮棍 明明在8月19日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所說 據知政府希望至少為300萬人進行檢測 那時是說300萬 另外HK01昨天也報導 就說大陸檢測支援隊廣東組隊長 在上個月受訪的時候曾經透露 預計要為200萬至300萬人做檢測 即是說300萬這個數字曾經出現過很多次 但是現在只有170萬人次 你又說達標 那是否也達標 那究竟這個當中是怎樣計算的 達不達標 好了 聶德權局長還說到什麼呢 就說其實當局是三管齊下的 怎樣三管齊下做檢測 包括全民檢測超過160萬人 另外衛生署和醫管局類計的檢測數字 又超過100萬人次 高危群組檢測就是49萬人次 加起來就是合共達到300萬人次 那就糟糕了 原來左拼右拼 東拼西臭才加起來就是300萬人次 那又說達標 這些完全就是 講得好聽一點就是濫於充數 講得難聽一點 跟讀數沒有分別 明明是不夠人 你就這裡加點那裡加點 那些根本上就是累計數字 怎樣那些又算下去 你只是計算全民檢測 就是只有170萬人左右 而且這個數字也反映到 甚至乎有些藍絲都不落答 如果這樣的數字都說達標 那就真的完全沒有說服力了 較早前 有些大陸檢測支援隊成員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賣弄溫情 他們說什麼 就說有人連續8個小時工作都沒有吃飯 甚至乎入尿片避免去廁所 這些事情 只不過是反映到檢測機構不近人情 是沒有注重你們這些人的職業健康 沒有注重職業安全 是這麼多 是不是 不要說這些事情 做大陸檢 然後就搞得好像香港人欠了他們 一個恩情 實際有多少市民會認同這些大陸檢 不要搞這些道德綁架情勒索 只會使得有些市民更加不高興 然後就說一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他說什麼呢? 他說要好好利用普及檢測計劃當中提升的檢測能力 加快推出健康碼 有望放寬和大陸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員往返限制 有助加速本地經濟恢復 以及有限度的外出旅遊等等 實際他搞完這個全民檢測就準備搞健康碼 問題就是他所說的事情究竟有沒有說服力 你說要放寬和大陸的往返限制 事實上是對的 因為大陸就承認這隻健康碼 澳門也承認 但是來說 究竟有哪一個外國是承認這些什麼健康碼呢? 你要先拿出來說一下有沒有一個國家是承認健康碼呢? 如果你說有的 那就可以了 那個國家竟然是承認健康碼的 那你要外出旅遊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檢測 這些叫做食得鹹魚抵得渴 問題就是 這個邱騰華局長較早之前說 不知道跟幾多個國家去談些什麼旅遊氣泡 還是旅遊氣泡等等 但是澳洲和紐西蘭政府分別走出來說沒有 那究竟他所說的事情是否說謊 定益或邱騰華局長所說的 跟這些國家在談 是怎樣談 打電話談 還是發封信件給他 還是發封電郵 還是傳真 還是怎樣談 為什麼別人說沒有呢? 我就真的想知道真相 所以我也很懷疑 陳茂波所說 靠健康碼可以有望放寬 和其他地方的人員往返限制 究竟有沒有一個下基礎 還是純粹在你自己的幻想當中說出來 而且他還說到 加快推出健康碼 就有助加速本地經濟恢復 究竟他在說什麼? 大佬 市民多做幾次檢測 就可以加速本地經濟恢復 即是怎樣? 益了醫院做檢測的服務? 還是怎樣加速本地經濟恢復? 當中有什麼邏輯關係? 是完全說不通的 難道市民多做幾次檢測 自以為很健康 就會加大消費額度嗎? 有沒有一個市民會這樣想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